字幕卿讯会访练 做7个人带上行李 尤其带上孩子的这婴儿车 还是有一定挑战性 太空调就凉快了 车上孩子的多就一定要锁闭儿童锁 前面找一找 你现在想干什么事情呢 一会儿下去玩行吗 好吗 吃点甜蜜 所以说七座的SUV FTV 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说能做下 就是OK的 一家有老游戏出去去玩 小孩和老人的需求肯定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把各自不同的世界 强行的拧到同一个频道 那一定是没法和谐的 现在小朋友长时间坐在后边不舒服 不舒服 大人不愿意让他折腾闹 什么之类的 这孩子很愚蠢 这都是七座车型 要出去长途旅游 不让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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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喝奶不是为了饿 而是为了解压 对 小孩有时候吃奶并不是为了饿 比如说心情不好呀 就跟咱们成人抽根烟的这种 对对对对 缓解一下心理压力 大孩子还没搞定 小的又哭着闹着要喝奶 于是母亲在行驶过程当中 把她从儿童座椅抱出来喂奶 这确实很危险 这个第三排座椅 图网的第三排座椅 现在我们上第二排呢 乘坐镜头龙的叔叔 然后我们坐在第三排 一米七几 空间谈不上叔叔 但是比大附属的七座SUV吧 还是要好一些 但是说实话啊 长途旅行 这个 这个七座的SUV做满人 还是算了 这个确实比你都比较幸福 这次长官员就别吃饱了 不 已经长朋友都急不可耐了 你能出去吗 你能出去你先出去 下来你哭什么呀 你难受是吧 对对 你难受吗 还没穿鞋 这孩子委屈呢 嗯 怎么了这是 漫长的旅途对于孩子是极其无聊的 他们并不关心几点钟能赶到哪儿 他们需要的是接触自然和做游戏 再次上路 老人把出事的第二排座椅让给了哭闹过的孩子 自己凑合的挤在第三排的 小朋友是不会意识到其实他处于一种很危险的状态下 现实的问题是虽然说我们有安全座椅 但是这个孩子尤其跑长途 死活就不过在安全过疑里面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有手相呢 没有手相呢 那随便给我一个东西 这是苹果买 我牙不行我不能 这个收拾袋的 不是孩子的 你都能够睡的 睡的 好吧 你别带那个了 你捅来捅去 他一直在那捅 所以他靠后你睡觉吧 你要不睡觉回去没饭气 吃吧 吃吧 对孩子的放任 终于让孩子的父亲忍不可忍 于是在7座车内爆发了一场正常轰呼 在服务区 小家伙被坚决的固定在了儿童座椅上 看到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还会变作罢了 那把门开不开 来 门开不开 这个问题 哎呀就得开个五六十公里 下来 扣扣扣 再扣扣 对对对 他不做了 他放在那里 他就在那里 时间长了 他就不干了 他就不干了 经过了长途跋涉 一家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小家伙的爷爷奶奶在院子外面 已经等候了多时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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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吃了炖羊 然后晚上烤的这个羊肉串 今儿早上这个羊杂 真不错 非常非常嫩 对 还有这个当地叫做贝子 有甜的有咸的 就这个有点香菜吧 很丰盛 一只九十多斤的羊是吧 开完好大车好车 不想开便宜车 你觉得这比那个小家伙的好胆啊 反正我现在开的可溜了 感觉的跟我挺倾泻了 一开始跟我不倾泻 现在感觉跟我倾泻了一点 你觉得比小车好开啊 是 差不多吧 耶 哈哈 老妹 在涉及原则性的安全问题 大人还是要向孩子展示出足够的决心 是 七座SUV虽然能塞进七个人 但未必适合载着三代人的梦想和行囊去旅行 经过了一千公里的旅行 他们最终放弃了购买图昂的计划 并不是车不好 而是因为他们的想法和现实有的很大的差异 就是兼顾这个老人小孩 最舒适性肯定是第一位的 反正要换车就移不到位呗 要换就换个大一点 能拉个六七人 孩子东西能放下 然后如果有两个孩子 加我 加我妈 一块儿出去旅游也方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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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